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和红米Note2不同 这个塑料后壳是不可拆卸的 因此也就在机身左侧多了一个双卡的SIM卡槽 卡槽的整体做工非常不错 基本上岩丝和缝也不会出现什么晃动 音量键和电源键依旧放在了机身右侧 与红米不同 小米4C把背部的摄像头镜组移到了左上角 双色纹闪光灯 支持相位对焦的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 以及降噪麦克风依次排列 顶部是耳机孔和红外遥控口 而底部小米也加入了最新的Type-C接口 支持正反两叉 并且支持高通Quick Charge 2.0的快速充电 不过小米的Type-C数据线只有手机端支持正反两叉 再插电脑的另一端还是普通的USB大口 滑溜溜的后盖 5英寸的屏幕大小 132颗的重量 红米4C的手感确实很好 而对于刚刚在红米Note 2上摔了一个大跟头的小米 4C的屏幕又到底怎么样呢 官方称小米4C采用的是一块夏普或友达或RG的5英寸1080P定制屏幕 看到这儿大家估计和我们的反应一样 这次品牌打的黑纸白纸 小米可跑不了了吧 要不说你们是too young too naive 你没有发现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吗 小米保留引入相同品质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权利 算了我就不评论了 在直接的观感上小米4C的屏幕确实比红米更为通透 但差的并不是很多